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節的天氣報告 我是梁欣宇 在大範圍的衛星雲圖可以見到 在廣闊低壓槽為南海北部 以至廣東漁海一帶帶來一些厚實的雲帶 今早早上下了一些驟雨 看看今天的雨量圖可以見到 多處地區錄得超過10毫米的雨量 而大埔更加錄得超過50毫米的雨量 看看過了幾個小時的雷達圖可以見到 在我們附近仍然有一些驟雨區的生成 不過今早早就弱一些 我們下週在維港鏡頭看出去 都見到雲薄一點 偶爾看到一些藍天 至於今日各區的最高氣溫方面 就是介乎28至33度之間 我們預計這裡廣闊低壓槽 周圍未來兩三天繼續影響廣東漁岸 說我們帶來一些驟雨和雷暴 所以今晚和明天的詳細天氣預測 會是大致多雲 有幾陣驟雨 明早早會是驟雨較多和有雷暴 氣雲會介乎27至31度之間 風方面會吹和換的冬至東南風 我們亦預計有一個低壓區 會在南海中部形成 並且在周末期間移向海南度一帶 不過它的發展仍然有點不確定性 不過無論如何 我們預計去到下周初的時候 在廣東漁岸來說 都會多一些雲和雨 天氣是不穩定的 所以展望方面 我們預計之後那幾天 會是間中有驟雨和有雷暴 周末期間會是風勢較大 另外幾天都有些驟雨 市民如果外出的話 就記得戴上一把傘旁身 祝大家有個愉快的晚上 再見